我要特別強調社工朋友不僅僅大多數都全顏無休 隨時待命 更是在許多案件中承受了非常重要 也相當沉重的責任的壓力 許多個案的家屬的情緒 以及一幕幕讓人心碎的畫面 都是他們獨自承擔 我相信學道處的社工朋友 對於住人工作都是無懼一味 盡心盡力 這部分我們應該要給予支持 我們除了保障孩子的安全 究責嚴懲以及推動制度的改革之外 更要同時確保社工的辛勞可以被重視 我希望事件過後 我們希望能夠不僅僅 讓辛勤諸人社會工作者 因此被重視 也能夠更加獲得國人認同和尊重 以上